高中以下學校全台紛紛停課一週 但面對確診數居高不下 各縣市陸續宣布遠距教學延長到6月2號 而金融市長林又昌也宣布跟進 有關於我們學生上學的事情 經過我們教育處跟學校來審慎的一個評估之後 那我們金融市是沒有提早放暑假這樣的一個規劃 不過為了整個的一個防疫 還有社會上的一個需要 我也在這邊宣布我們金融市屬高中以下的學校 將延長遠距教學到6月2號 此外行政院宣布將發放中低收入戶 每戶5G快篩政策之後 金融市也立即啟動了相關作業 行政院宣布將會針對中低收入戶 還有低收入戶每戶每人 要發放5G快篩4G 我們本市也立即啟動相關的一個作業 我們現在低收還有中低收總計是有3800戶 大約有84000多人 每人發放5G快篩4G的話 大概我們要發放42000多G快篩 我們目前也已經決定了採用郵寄的一個方式 把快篩4G寄送到我們的低收還有中低收的這些家庭 讓他們也能夠保護自己以及家庭的安全 記者黃燒民 金融報導 好 進口 好 進口